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以为您要行使您的院长权利 来个两千年第一号命令的 我代表机修队反对 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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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行使您气急功的权利了 我都代表马哥几啊 那大家就都说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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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宋院长的报告 诶 这是谁啊 谁啊 站下来 站下来 这谁打验的 你一个刚刚分配的大学生 你有什么资格呀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那话该怎么说呀 他是刚刚毕业过来 这里边情况你最清楚 这各有各的看法 不一定就你一个人说的对吧 那话该怎么说呀 那你告诉我 你听听大家的意见 你听听大家说了 静一下 静一下 大家有意见 可以各自标数 什么 什么九二共识都出来了 现在我宣布 这带会对苏俊绳的 两千年工作执行报告 进行拘收标决 通议2000年执行报告的拘收 还有通议的吗 小玉 电数 放下 投翻对苏的拘收 赶紧集数 放下 大家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 现在我宣布 支带会 2000年 对苏俊绳 执行工作报告 标决 31票翻嘴 127票展称 获得通过 祝账你啊 谢谢郭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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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进行一下 现在请苏院长讲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是我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写的稿子 是准备被你们今天扫地出门的时候用的 现在用不上了 谢谢 谢谢你们接受了我 使我真正成了设计院的一员了 我将不会停止老院长和你们冲向市场新经济体制的步伐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 不能忘记前辈们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光荣 还有责任 我将立即组建一支由三个中队组成的六百人的队伍 用我们挣来的钱购买最新的测量勘探设备 过了春节 我们就再上青藏高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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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你为了设计院摆脱困境 勇闯市场 是大家推崇的好汉 过奖了 我能问你几个问题 院长问话 有问必答 在刚才的表决当中 你为什么没有投反对面 为了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我没有理由反对面 我没有理由反对你 那你也没有投赞成票啊 你清楚上海我有工程项目 我无法脱身 这不是理由 我现在不管你举手还是没举手 愿意决定 任命你和高原 为这次青藏铁路勘测队的队长 你是想把青藏铁路勘测的成败 不计后果多少 全推到我的身上来 对吗 我把一个北方交大毕业的硕士研究生 把全院的副总工程师 把连续三年的先进工作者 放到全院最重要的岗位上 我想大家不会不同意吧 那上海工程项目呢 你放心 我会派人去接管 对了 我今天晚上再加个班 写一份关于苏俊生 青藏铁路勘测失败的责任认证书 你带在身上 谁要你那东西啊 那你怕什么 我怕什么 大不了再上几趟青藏线嘛 好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从现在开始 你就算上任了 过完春节以后 我们全院职工 送你们再上青藏高原 从来就没有什么旧是主 也不讨真些妄议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能讨我们自己 我们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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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院里不是已经同意你回上海了吗 上海我先不回了 你去哪我跟你去哪 围定里头可没有这一条啊 你还是踏踏实实回家结婚吧 那我也不能眼看着你们上山 我就为自个儿加小事我 小事 结婚可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啊 可我就是向往可可西里 藏北草原这段地方啊 以后有的是机会让你上去抒发诗情画意的 但是现在不行 不是 何经理 你只能这次上山勘测 是对我们真正爱情的考验 还不行吗 考验 考虎了怎么办 大老汉 来来来来 你开辆车把他送到火车站 他要是不坐上开往上海的火车 你就别回来 何经理 把这行李拿上车 何经理 去吧 何经理 快上车 我求求你啊 我求求你行吗 我求你了 你不拿到结婚证 就不要回来见我 何经理 我回来以后一定让我上山呢 不把你的媳妇带回来 我永远不会带你上山呢 你等着我 等着我 您看这几款车都是我们这件新上市的 外观是最流行的 看着戏呢 也是目前最全的 典礼我看 这边请 您的学历是挺好的 但是 不是我们销售工作所需要的 也不适合我们的营销工作 谢谢啊 对不起 我的手机落车上 看来你还真是追女孩子 是高手啊 你给我站住 你是不认识我啊 你还是不想见我啊 有什么事你问吧 只要不告诉奶奶就行 那我问你 你这次回兰州东游西档的 怎么回事啊 我大学毕业分配了 到西北铁路医院工作 当时牺牲 好啊 我已经辞职了 笑丫头片子 你是不是一天班都没上就辞职了 这有什么呀 我们同学当中有的是这样的 你 你给我站住 你想过没有你这么做 你妈 你奶奶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只要你不说 他们就不知道 我不说他们就不知道了 这趁能瞒多久啊 你跟你哥商量过没有啊 他 他自己现在还以脑门子关心呢 那就是那个叫谢坤伦的给你出的馊主意吧 你能不能不提他呀 你一提他我都头疼 好 我不提他 那我说你 你你一个医学院的高材生做什么汽车销售 挺光荣的是吧 这又怎么了 代沟 什么 我就是喜欢卖奔驰宝马 讲述他们的优越性 得有模特的气质才行 代沟 跟我回家 去哪 回大院 我就是不想回大院 不想回家 你们天天不是弄瞧就是隧道 烦死了 哎呦 撒点水在扫 别弄得暴肚阳肠的 你把那玻璃好好擦擦 你说咱那院子得好好打扫打扫了 哎呦 我的小祖宗 给我 给我 哎呦 你瞧你 给我 我 看人家家多瞧 我看这孩子 哎呦 你撒手 哎呦 祖奶奶是老祖祖 我是小祖祖 那全院我是老二 哎呦 对对对 你是老二 你最厉害啊 你看这孩子 乐什么呢 我干点啥 不用你了 这大过年的 你怎么又忙上了 这设计院的工程啊 以前是我懒的 新来的院长三把火全都给烧没了 哎呦 我这不得懒新工程啊 他一来 咱大院都不得安生 哎呦 行了 哎呦 妈 这家家小朋友吧 你是谁啊 我是孙悟空啊 你在家里干什么呢 今天是辣椒二十三 我和祖奶奶一起 嗯嗯 大扫厨呢 哈哈哈哈 你是幼儿园大班的吗 是啊 可是祖奶奶捡的大红纸干什么呀 祭造王爷呀 哦 我听说 祭造王爷点香 要孙孙来点的 我不点 我不点 哈哈哈哈 孙猴子 你可别吓着我家孩子 好 你要把孙悟空给我 我就点 哈哈哈哈 好 给你 奶奶 哎呦 我的猴孙子 猴孙子 从天上掉下来了 奶奶 我可是紧敢慢感 真心诚意 我馋锅里的羊肉了 哈哈哈哈 昆仑 你是鼻子闻到味儿了 还是耳朵听到风声了 来兰州打探消息的吧 啊 大姐 我可听说了 我大哥当上了勘测队队长 我是来送送他的 送你大哥 你啊 别听他贫嘴了 是啊 来看谁的 还说不清楚呢 我在这大院啊 我见谁都爱 谁见我都爱的主 我是见谁都爱 谁都不待见我的主 哎 说什么呢 行了 你回来了 这院里就热闹了 你说你这二哥肖晚成同志啊 不待见这院 这院里待不了几天 那个肖肖呢 虽然住在这院里 可魂不在这 这一整天呢 也不去医院报到 再说你这位狄勒孙 什么狄勒孙 多难听 叫他国名 谢昆仑 这就对了 他不就是您直戏亲孙子吗 大老爷们都是我亲孙子 对了 孙子回来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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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仑 哎呦 回来了 回来了 哎呦 真难见着你 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 老了 哎 是不是等着我在打扫卫生啊 哎呦 奶奶 您打声招呼 今天这活我们俩全包了 吹吧 谁招呼 我看除了青藏铁路 没人能招呼得动你们 奶奶 应该这么说 青藏铁路要开工了 就连赵王爷都乐得屁颠屁颠的 哎呦 看看 还是我孙子会说谎 哎呀 好了 高严哥 你给我透个风声吧 什么风声 那都是我们院里自个儿闹的动静 哎 文长 这谁都知道青藏铁路这么大的工程 不是A局一个局能吃得下来的啊 跟你说了多少遍呢 我去那儿就是谈外包工程嘛 再说我们局都已经说了 等我把高速公路的工程弄完了以后 就放我出国渡博 一切跟我没关系 哎呦别逗了 我弟妹刚从尼日利亚回来 你又要出国了 怎么着 两个人玩二人转的 啊 嘿嘿 这叫赶时髦 是不是要学什么金融管理之类的东西啊 学地质学 动土专业 啊 你这又闹什么名堂呢 这是设计院自己闹的东西啊 哎 是 是 哎呦 这下完了 我要是把这话照直了说呀 那局长非得骂我是个大傻帽不可 这傻帽当的挺直 没看见奶奶看你们回来多高兴啊 是啊 奶奶是高兴 但是因为青藏铁路动工了 她高兴 哥 大家好不容易回来 你别扫大家信好不好 傻眼了吧 当亲哥哥的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这连表情都不是的 哎哎哎哎哎 都能解决问题哎哎哎哎哎哎哎 高原 高原 你吃药了吗 忘了 忘了 去去去去去 别说了 我我知道了 不说 我有地方说去 哎哎哎哎哎 嗨 嫂子 苏俊生 楚燕 老同学啊 真是对不住 来兰州应该先拜访你们 可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是啊 忙到这三八活已经烧到老同学的头上了 怎么能这么理解呢 不过好在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个地方了 放心 我可不像祥林嫂那样 闲着跟你聊过去那些事 一切都会重新开始的吧 重新开始 你不会还是在延续过去的恩怨吧 这话从何说起 从何说起 你让何高原上山什么意思啊 我可是诚心诚意把他安排在咱们设计院最重要的工作岗位上 你是诚心的 上海地铁站那么重要的岗位你不让他坐 诚心 诚心让他上山 楚燕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 可他不能再上山了 为什么 他得了去甲城 他可是咱们班上体育委员 他的是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 高原他在非洲尼日利亚一个探测项目中和队友走散了 高原他爬了两天两夜才爬到公路边 幸好被人发现才捡回了一条命 可他 可他从此得了缺甲症 缺甲症严重吗 他一天努力不开药 他要是过度劳累 会有生命危险 处丑严 处业 处业 您好 你的冰激灵 放下吧 有什么事情请招呼我 用餐愉快 你这个也要 要了 全都要了 这要是在北京 上海 冰金链的花色就更多了 笑什么呀 灶 可劲的灶吧 什么东西啊 胃特灵 我怕你吃坏了肚子 胃特 不吃了 看这东西胃口全没了 还给你 服务员 来了 你好 其他那些都不要了 这 没事 你加工好了你就上 待会我买单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我说小妹你干什么呢 人家是外人 哎呀 我烦死了 我知道天底下就你让着我 小妹 你有什么难事 你就告诉哥哥 哥哥给你蹚平了 你能不能换点别的呀 每回就这几句话 小时候你要是哭了我还能呼噜呼噜你的头 这会儿你长大了我只能这几句了 你傻呀 你傻呀 我真傻 那咱们开始 好 首先是 铁路系统啊 过 小妹 那可是一上班就独当一面的工作 我说过就过嘛 看起来你想找一个那个环境优雅的也能够出头露面的工作 那当然 冬天动不着夏天晒不着那多好啊 那咱们就日月谈品馆大唐领班 好啊 不过我有个条件 你说 你得去当大唐保安 为什么呢 那当然了 我网大厅那么一战 万一有什么客人对我动手动脚的 你得保护着点我呀 别 别开玩笑啊 是重点中学英语教师 No 张千旅游公司广告部 No 长城化肥公司医院 城外城家具城 省医疗器械公司 兰州军区 诶 哪个 什么医疗器材营业部 小妹 那是卖医疗器械 和卫生用品的 正好跟我的专业对口啊 那就是个营业员 混到最后 顶多是一个科技推销员 那也行啊 风吹不着 雨淋不着的 离开大院 上了四年大学 把你脑子上懵了 这下所有人都对我消停了 小妹 你千万别告诉祖奶奶和你妈 说这工作是我给你找的 要不然他们非骂死我不可 那怎么了 正好我跟全人人证明 只有我昆仑哥对我最好 你们看 你们看 我怎么摊上这个妹妹啊 我买单去了 去吧 真大方 你也亲我一下呗 你轻点啊 按说你大小也是个干部 怎么一到大院你就胡闹呢 小文成同志啊 你在A局 可是抛头露面 办事挺讲原则的 怎么一回淘家大院 拿着个棍子乱论呢 萧萧的事不是你掺和他 我论你论错了 哎呦 我向毛主席保证 你就向我保证吧 哎呦 我是有理说不清啊 你说这么多年了 他让我办事 我能不办吗 你们就闹吧啊 你这叫狼狈为奸 知道吗 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 好不好 你妹妹让我办事 我能不办吗 反正你们办啥事 我不管 但是有一点 别让祖奶奶不高兴 别让她生气 我没那个意思 我只是想给她帮帮忙 我并没有 倒是我亲哥哥 一会儿 哎哎 走吧 走吧 你别碰我 这是我们萧家的事 好我不管了 我进去了 你怎么说话的呀 肖万长 你认为爸爸和妈妈 关系不好 都是因为他 我对他有意见不对吗 我告诉你 我是心疼咱爸 含辛茹苦一辈子 把自己留在疯狂山上 冰天雪地的 难道你就不可怜妈妈吗 一个女人传承了老爷给他的身世 又遇到爸爸遗留给他的孤独 你难道 现在连这点希望都不给他了 我就是想紫成副业 别的没多想 挺聪明的一个人 目光短情 教训起我来了 所以肖万长 你也没教训我的份 你怎么说话越来越没大没小的呢 还没吵完呢 吵完了吗 可以玩了吗 走走走 你们真是的 让你们回 你们就都开溜了 没有啊 姑妈 有什么事吗 你们总也不回 是不是老回去都忘了 长子长孙 过春节要陪祖奶奶一块过 你去 你去 我去 等等 你们仨都得去 你是谢家的长孙 他是萧家的长孙 你是何家的长孙 照小时候那样 三个人一块去 嗯 欺负他家 走走走走 来走走 走走 姑妈 你是不是生气了 要不你先 行啦 我不会陪你们玩的 去玩吧 去 哎呀 你 你得 你得让我们赢点钱吧 对呀 哎呀 太抠门了 别难为我妈 奶奶 阿姨不跟我们玩 我们三缺一 跟奶奶玩 啊 跟奶奶玩 嗯 麻将 走地主 我 我不会 我只会玩长牌 长牌 我不会 对了 爷爷在事的时候 经常玩这种牌 那我会 你会 你会啊 你不会吗 都是赢钱 那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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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钱的 玩贴纸条的 瞧奶奶见了他们乐的 你说对了 这院子里啊 有奶奶 就会有生气 哎呀 来坐 啊 祖奶奶 像是有股什么劲儿 让她永远挺下去 你这个现代女性 还迷信这个呀 妈 这不是迷信 只是 我现在还说不清楚 行了 咱们俩说点正经事儿 你真的打算留在兰州啊 嗯 妈 嗯 跟你商量个事儿 咱们搬住大院去 出去住好不好 为什么呀 哎呀 我怕祖奶奶她 她不喜欢我 瞎说 祖奶奶最喜欢你这个孙女了 现在倒不会 可时间一待久了 她领略我这离经叛道的脾气秉性 就该烦我了 我还就想见奶奶这尊佛呀 好好镇着你 再说奶奶年纪大了 这院子也离不开人 还真把自个儿当大儿媳妇 管起事儿来了 晓晓 你 你这孩子 妈 你说 谢叔叔她 女人啊 这辈子要承受的是家庭 男人这辈子 要承受的是责任 这你要吗 奶奶 出这个出这个 这什么玩意儿啊 要不起啊 那这个呢 哪个 这个 这个也要不了 这个不行 要不起啊 奶奶 你又输了 给您贴上啊 我都都看不见了 别来别来 别来啊 别来啊 你输了 你输了 输了输了 你们都梦我啊 你怎么给奶奶指挥的嘛 都是你 咱们给奶奶指招的 就好了 下来 妈 我觉得哥这次回来怪怪的 你们兄妹俩就没个省心呢 你说 她跟我嫂子是不是出问题了 别瞎说 没有什么问题 你看啊 我嫂子出国三年回来了 我哥又要出国读博士 你说 他们俩这不平摆的打时间差呢 你哥是个要强的人 出国留学一直是她的愿望 可你瞧她学的那专业 DG学和动土专业 动土 说是紫生副业 可我总觉得她在跟谁较兴趣的 再说了 A工程局多重视她呀 人家段副局长要提拔她当施工部长 她还学什么动土啊她 她第一位 妈妈都睡着了 你看看我睡成这样了 小儿来了 最后我想说 王先生 我给你换下来 为什么 你要换了我 我知道了 你不逼你 谢谢啊 哎呀 搞野外勘测的 谁没一个小病小三的 走了啊 拜拜 因为确实没人能代替你 那个 那个护士重点监督你 你干嘛又给我多个副班长 他肯定跟不上队伍的 咱呢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来了 老老 姑妈 完成 这孩子 张师傅 张师傅 你可别这样 这 这可是院领导决定的名单啊 我过去一下 那谁呀 呦 张师傅 你这是搭车准备去哪儿 打什么差啊 既然院导委决定上青藏 就不能没我张同 哎 这回可真是各部门自己决定的名单啊 我已经有年头没上山了 我得给我父亲烧炷香 给他老人家陪陪土 张师傅 这些事情 上山的同志会替你做的 那更坏了 我父亲要是看见别的同志都上去了 没看到我 你说 我晚上能睡得着吗 他父亲是我们院的工程师 其一年那会儿留在了五道楼 好 俱生 何队长 我把六百零二名职工交给你了 一路保重 出发 谢谢你 我们谢谢你们 奔走 只好看我们在青山中会上 青山会岁月不朽 当天对我太阳追逐 我情生无悔 岁月不朽 当天对我太阳追逐 爱情能够 又赌自发 我们讨厌了 经常到达 好吧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们医疗器材公司的成员了 谢谢你啊 吴经理 谢主任 董事长 是呗 刚刚做完一场谈判 您这还特地赶回来 不好意思啊 董事长 董事长好 这是 这叫萧 萧萧 萧萧 好好好 有学历 意表人才 今后我们公司就照这个标准进人 谢主任能把女朋友介绍到我们这来 是看得起我们 我一会儿还有事 晚上给安排一下 不不不不 我待会儿呢 还赶火车呢 回局里去呢 真这么忙啊 真的 我连车票都买好了 呃 董事长 其实呢 这样 你你别说了 呃 初次见面 一点小意思 哎呦 这怎么好意思啊 这又不是给你的 是给你女朋友的 谢谢董事长 哎 谢主任是条汉子 说话算数 我也是军人出身 就喜欢交你这样的朋友 其实我只是介绍 我接个电话 喂 你稍等 呃 是这样 下次来兰州先打电话 好 吴经理 帮个忙送一下 呃 那批货啊 下次会收到 谢谢啊 再见慢走 再见啊 行行行 就这样 好好好 谢谢 再见 再见啊 这叫什么事啊 我跟他只有三面之交 那你就该把我交代给他了 这还不是你逼的 哎呀 你别给我撒辣椒面了啊 哎 我告诉你啊 你这事啊 我算办完了 哎 你就这么走了 走之前怎么也得请你女朋友吃顿饭吧 小点声 要是那个李董事长知道了啊 你不是我女朋友 是我妹妹 是小两汪奶哥呀 好 从今以后 我没你这哥 别别别 行行行行 只要给你把工作找着了以后啊你叫我什么都行好不好 请吧 我好交差啊 怎么交不了差啊 人家设计院啊上青藏是自个儿掏腰包 搞探测都是自愿的 这种行为啊 可以给中央提出一个积极的信号啊 你就是不上青藏啊 你就是不上心啊 你们A工程局不想上青藏啊 上不上青藏那是局里领导说了算 反正我是远离这个角色中心啊 反正我是远离这个角色中心啊 我是不是影响你休息了 没事 给人说总了吧 你这么大嗓子干嘛呀 青藏谁不想上青藏啊 但如果现在这么个上法 我宁可不去 我跟你说 你们老气势干沿湖有一套